二十一大公布,大反彈記入試冊 2015年7月10日投資全方位B06頭牌手機審金股災後的港股 出現強力反彈,前日次大跌1458點 昨日回升876點,收復六成的失地 而最高潮時,增報24695,競升179點,收復八成以上的失地 跌得快時升得快,此情此景這兩日之內好似電影一樣 歷歷在目,大反彈一幕亦應記入試冊 內地股市亦告反彈,有約4-6的上升 這支持了港股和H股的上移 國企指數收11446,升339點,升幅3%,稍微落後於7-3.7的升幅 主要是內銀股腳軟,在反彈中不升反跌,實在令人失望 例如交行,景大跌5% 建行,中行均回落,紙有農行,公行無升降 可以如此,相信是外資沽盤來得敬所致 匯金承諾不減持四大內銀 沽盤自然主要是外資大互了 現時,未見匯金與支對碰,但若估得太離譜,匯金就會發揮活發的作用 經昨日大反彈之後,大使應可望轉運 雖然上落一定有,而且波動和震盪會不時發生 但既然前日一億大家捱得住,無理由對日後的西上西落雲期大浪者也 總之,低點應已出現,即為前日最低的2236,由2236到前日收市的23516 將市一個支持區,不宜再跌破 西價股有十一隻的反彈超過一倍,最近的一隻金威資源反彈138% 此成份鼓亦不伐反彈與一成者,這包括港交所、華潤之地、中海外在內 港交所前日成出最低價在2000元以下,收203元 作以全日第二高位233元六角報收,升近一成五,可謂報仇感報 未知唱吹港交所說其目標價是2020元 的高性,有何敢想 ...